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 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们的支持是小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BOUND绑定数据 这个VBOUND的指令 并不是VUE3的独有功能 在VUE2中也提供 非常的好用 所以说VUE3继承过来 咱们就学习一下吧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这么一个 使用VBOUND的属性绑定数据 马上进入实战演习的部分 好 咱们看一上来是个Body 没说的DV 这是控制咱们整个页面的 一个唯一的ID 以后的VUE内容 都在这个DV里面进行表演 对吧 然后这我这声明了一个CSS 这个里面用的是 Bootstrap5的一些个样式单 然后咱们往下看 这个地方我定义了DV 这地方我用了一个VBOUND的大型 这就是今天的主人公了 主角了 对吧 绑定谁 我绑定一个Title 这个Title其实是这个DV的HTML的属性 我通过VBOUND进行绑定 这样的话 这个虽然这个Title是HTML属性 但是它却可以读到JavaScript VUE当中的变量的值 好不好 这么写就可以哦 好 那咱们再看看JavaScript的部分啊 这咱们一上来定义了一个这个VUE的APP 对吧 然后呢 在下面呢 把它传进去声明一个实例 然后这个实例呢 绑定到咱们的HelloVUE的地方 就这个Tag 对吧 OK 然后在咱们这个APP的里面 咱们只有一个数据提供函数 这个函数其实很简单 就给咱们返回了这么一个Message的变量 你好坏 就这么个东西 对吧 那么今天我要给您演示的是什么 就是说 在咱们画面中有这么一个DIV 对吧 然后呢 这个DIV上面呢 说走开 别把手放上来 但是呢 咱们如果把手放上来的话 就会激活这个DIV的Title属性 那么这个Title属性一旦激活 就会显示出这个Message 这个Message的内容就是说 你好坏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好 咱们试试啊 如果咱们鼠标上去 它显示出你好坏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咱们的VoE的绑定成功了 对不对 好 马上开始啊 我本地这已经开了一个http的服务器 我把它启动起来哦 然后今天咱们是第三课 go 稍等 你看 这就没出来 没出来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这段代码 我还没有给它拷贝过来 这是咱们给您准备了一个标准的模板 咱们今后每期视频就用这个模板啊 我现在把它拷贝过来 覆盖到这个body的位置 好 这样的话 咱们再运行 再不出来 就奇怪了 试试啊 go F5刷新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这是写 走开 别把手放上来 当我把手放上去的时候 你好坏 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这黑了 黑框出来了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绑定成功 咱们用这个检查看一下 咱们看什么 咱们看一下 这个DIV 大家请看 这个DIV的这个地方 没有什么尾巴 没有了吗 对吧 这是运行时的样子 是title title的内容是你好坏 然后咱们手放来的时候 确实是title也生效了 对吧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动态绑定成功 Vue的在咱们环境中生效了 OK 这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Vbund的具体的使用方式 非常简单 它能够绑定很多的东西 咱们今后一点点的学习吧 OK 然后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下载您运行一下 您先体验一下Vue的感觉 再体验一下V 再体验一下Vue3的感觉 慢慢的咱们再深入的学习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吧 拜拜